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接下来我们要请教美兰的问题就是 从地人政治学角度来看 白罗斯为什么这么重要 为什么这次的思维抗议 又让周边的国家 特别是波兰跟立陶宛这么的紧张 然后波罗地亚三小国 他们也是反应最激烈的 目前来讲欧美二三方 究竟对于这个争议事件的处理 各自的态度 所持的这个立场又是什么 来 先帮我们解读一下 这一次的示威游行 Lukashenka第一线定调说 这是颜色革命 这事情的爆发之后 这个欧美也第一时间就都是不承认 他的总统的合法性 但是俄罗斯是已经承认 中国也已经承认 还有一个土古曼 对 土古曼也承认 为什么欧美要对这个地方特别的 有这样的一个琢磨 那首先第一个就是 从巴黎的铁路到莫斯科的这个铁路 贯穿欧洲到亚洲 因为到莫斯科铁路之后 又有西伯利亚铁路 一直往到中国大陆 所以整个这个叫做东西向的一个铁路 它的中心点就在米斯科 再来在公路上面呢 从北欧到基辅这边 就是有一个南北贯穿的公路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 从我刚刚举的这个交通的路线里头 它确实凸显出来 它在地缘里头 确实位在东西方之间的中间位置 那更不用讲说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东西方的势力 尤其现在这个俄罗斯 跟这个欧洲 因为乌克兰的事件之后 现在的欧美的制裁 到现在都还没有结论 那所以当白俄罗斯的这件 这个选举争议再次兴起的时候 过去的刚刚主持人问到 为什么他这个波兰 立陶宛 这些国家 包括乌克兰也很紧张 那为什么他们会很紧张 当然这些国家很简单 如果打开地图一看 它就是在白俄罗斯的边边 就在旁边 那白俄罗斯的东边 临的就是俄罗斯 那乌克兰事件已经让俄罗斯 整个已经基本上掌控了 乌克兰的东部跟克里米亚了 那所以白俄罗斯的立场 变成对这个俄罗斯来讲很重要 因为就俄罗斯的角度而言 这个乌克兰 白俄罗斯都是他的一个 在军事安全防卫上面的前哨战 也就是他跟西方的一个前哨战 大家如果还记得 二世纪大战的时候 当时希特勒 就是因为白俄罗斯先抵抗了 这个希特勒的进攻之后 才让后面 这个俄罗斯很有名的未成革命 可以有一个缓冲的时间跟成功的一个时间 所以当时二战的时候 白俄罗斯是死伤非常严重 整个白俄罗斯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到白俄罗斯去看 你知道它完全是新的建筑 因为二战之后全部几乎都被毁了 波兰也是华沙也是一样 整个毁掉然后重盖一转一往 所以就可以知道 从这个历史的历史里头 你就可以知道 对俄罗斯来讲 为什么白俄罗斯乌克兰那么样的重要 因为这是他的国家安全的一个前哨 反过来对欧洲来讲 当然欧洲也很重视这个地方 为什么 比如说欧洲通常就把 把这些国家称之为 它跟俄罗斯接近叫做共同临近的地区 他们有一个专业名字叫共同临近区 那这个共同临近区里头 其实他们确实没说 他认为它这是一个缓冲地带 因为他们觉得 特别是当欧盟东扩了之后 它的真正的临界点 就只剩下白俄罗斯跟乌克兰摩多瓦 再来就是已经就是俄罗斯了 也就是说欧盟东扩之后 波兰匈牙利捷克这些国家加入了欧盟之后 欧盟的真正边界已经到这里了 所以欧盟东扩之后 为什么会提出牧林政策 会提出东方伙伴计划 就是希望拉拢他的邻居 就说我真的 就说在欧盟东扩之后 欧洲也已经把东欧的概念几乎定出来 在过去我们讲东欧的时候 尤其是在共产时期 一讲到东欧的时候 会想到的是波兰捷克选哪里 但是现在不是了 现在的东欧指的就是 白俄罗斯 乌克兰 摩多瓦 因为欧盟东扩了 在它的东边是这个地方 在过去才是俄罗斯 对 所以在欧盟的观点里头 所谓的东欧 现在指的是这里 这个地方也是他跟俄罗斯里头 一个缓冲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 他在欧盟东扩之后 就举出了木林政策 东方伙伴计划 就是希望拉拢 白俄罗斯 乌克兰 摩多瓦这些国家 他拉拢他的目的是为什么 其实欧盟的目的并不是想要扩张 就是说 他其实并不是做领土的扩张 主要是因为他们基于安全 就是说很多 他们认为很多的犯罪 这个很多的这些移民 包括现在欧洲的难民移民 就是都从这边 从土耳其这边一直进入的 所以他们觉得临近的这个地方 共同临近的这个地方 如果他的经济发展不好 犯罪走私 移民 这个非法移民 都会造成欧洲社会内部很大的一个 经济发展的一个负担跟社会的负担 所以这是为什么欧盟要提出 木林政策东方伙伴计划 特别是在木林政策 要花很多钱来协助这些国家 做经济的发展 所以从这里可以凸显出 这个现在为什么 白俄罗斯在地缘上面 会被欧盟 还有俄罗斯都重视 好 我先简单讲 好 谢谢 再请教志胜 你刚才提到就是说 其实俄罗斯跟白俄之间 事实上是有一个策略结盟的思考 当然就是说 在俄罗斯的末世之下 卢卡申科 他也秘密的宣誓 决任第六任总统 现在问题就来了 因为他的这种秘密的宣誓 反而激起 目前他国内更多的群众的不满 我们看最近更多颇热的这种抗议 正在酝酿 那如果面对这种情形 然后卢卡申科又不愿意退下台 那他未来对于这些群众运动 他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一种手段 来处理来因应 那另外就是说 我们也想了解就是说 欧美他们现在 其实对于俄罗斯的施压方式 就是透过经济制裁的方式 效果 这个有没有用 来跟我们解读一下 我从后面回来 刚刚这个主持人的提问好了 对于欧美现在所采取经济制裁的方式 我觉得严格的讲 这还要分开欧洲跟美国 这还是不太一样的 我觉得欧盟他是不得也为之 就是说他其实没有更直接有效的手段 来面对白俄现在的一个内部的政治选举状况 但是对欧盟来讲 我觉得刚刚美老师也提到 就是对欧盟来讲 他的白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的一个地位 是主要是两个因素 一个因素是什么 一个因素是说 他不希望透过刚刚讲 俄罗斯跟白俄之间的结盟 或者是让普林的时候 更进一步的直接控制到白俄 毕竟这几年有所缓和 但是如果直接控制到白俄的情况之下 势必就减少了欧盟跟俄罗斯之间的缓冲的地带 在这个情况之下 欧盟能采取的手段只能想办法 透过经济的力量 让白俄即便是卢卡申科 还要咬着牙继续撑下去的话 让他回到原来这种左右摇摆的一个政策 我觉得这是他可能的选项 同时设法在这种所谓对于反对派的支持 不管是在流亡海外的 或者是国内的一个支持 来彰显欧盟对于所谓民主政治这样子一个价值 我觉得欧盟他不得不量的选择 美国可能不太一样 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会派兵到立陶宛的一个原因 他虽然口头讲说 我跟白俄罗斯没关系 我只是临时性的调度 他的兵力其实调度的也不多 就5000 那但是 预防 对但是事实上他就是一个展现说 美国主要还是北约的主导者 那你要知道他等于是到了北约的最前线 告诉你说以往 刚刚讲白俄罗斯的重要性是在于 他如果在军事上 他是北约跟俄罗斯之间的一个缓冲地带 你要想如果没有这个缓冲地带 两个正式在边界上面相接触的时候 那种不小心的摩擦冲突 是不是会成为大国 或者是联盟之间的对抗 我举亚洲的例子大家会更熟悉 北韩 为什么中国怎么要也要挺住北韩 俄罗斯怎么样也要挺住北韩 但试想 如果朝鲜半岛在南海之下统一 让美国的力量可以直接沿着压绿江 你说中国跟俄罗斯 这样直接对阵的情况之下 少了这个缓冲 其实那个战略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美国这个沉冰劣政的状况 我觉得也是一预防性措施 这个预防性措施也是告诉普丁 你可以去平稳这样子一个证据 但是你要让这个状况 维持到白俄罗斯原有的一个平衡 如果你过头了 那其实恐怕会有更进一步的施压的动作 可是美国的施压跟欧盟的施压 我觉得两个方向是不一样的 一个还是军事压力 一个是经济上的制裁 但是对于白俄罗斯来讲 我觉得他现在就是回头 刚刚我回头 他回头看俄罗斯和普丁给他多少的支持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恐怕 他还在动态的变化上 那卢卡森科本身他对群众事件 未来可不可能采取更激烈的手段去镇压 我觉得这一点不排除 因为刚刚我所提到就是说 第一钱拿到了 第二他也秘密宣誓就职了 他为了要彰显他的正当性跟合法性 其实我觉得可能性是存在的 而且普丁也提到了 有必要的话 普丁可以提供相对应的这种武装力量 来协助白俄罗斯来平乱 这个他已经界定为暴动了 我又拿大家来熟悉的一个例子来看 香港 香港当时中国认为情势在可控的范围之下 所以允许这样子的一个 所谓反送中运动的进行 可是当这个反送中运动 被定调成暴动的时候 他就不手软了 连北京也不手软了 所以同样的故事我认为 今天卢卡申哥为了要证明自己 我已经就职了正当性 同时又受到老大的一个支持说 我可以提供你武装力量的支持的时候 我觉得卢卡申哥在这部分会 有可能放大脚步 然后放大胆 来进行这样子的一个比较更直接的镇压 这可能是发生的 好 进一下广告 我们待会回来